约伯记第34章 吉利护佑说 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要留心听我说 因为耳朵四页话语 好像上堂常识物 我们当选择何为事 彼此知道何为善 约伯承说 我是公义 神夺去我的理 我虽有理 还算为说谎言 我虽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贼向约伯喝几窍如同喝水呢 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 他说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 所以你们明里的人要听我的话 人断不自行恶 全能者断不自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己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 自然必人归尘土 你若明里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有大人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他对君王说你是笔漏的 对贵臣说你是邪恶的 他在王子不寻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利的被夺去 非借人手 能注目观看人的道路 看明人的脚步 没有黑暗 因意能给作孽的长生 神审判人 不必使人到他面前 再三见察 他用难撤之法 打破有能力的人 设立别人代替他们 他原知道他们的行为 使他们在夜间倾倒灭亡 他在众人眼前 击打他们 如同击打恶人一样 因为他们偏行不跟从他 也不留心他的道 甚至使贫穷人的哀声 达到他那里 他也听了困苦人的哀声 他使人安静 谁能扰乱呢 他也面谁能见他呢 无论在一国或一人 都是如此 死不前进的人 不得作王 免得有人牢笼百姓 有谁对神说 我受了责罚 不再犯罪 我所看不明的 求你指教我 我若作了孽 必不再作 他施行报应 岂要随你的心愿 叫你推辞不受吗 选定的是你 不是我 你所知道的 只管说吧 明你的人 和听我话的智慧人 必对我说 约伯说话没有知识 言语中毫无智慧 愿约伯被试验到底 因他回答像恶人一样 他在罪上又加倍逆 在我们中间拍手 用许多言语 你轻慢神